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0日 星期四 這一節是星期易得道 大家沒有聽錯了 這就是John Connor 是John Connor 大家都沒有聽錯了 回來跟大家說香港的時事 因為今天就是有被入侵的時間 所以要跟大家說清楚 這節你在聽的是星期易得道 所以立場和角度就不要倒轉了 這節就要跟大家繼續探討香港的建制派 非常之令人 震驚 他們永遠都是 說一些話 就是要拆出國際 不拆就不深色 這次就是兩大拆人 這兩大拆人 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但是他們 不說乳不驚人 死不憂 必須要繼續挑釁大家 挑釁大家就挑釁不了 但是說一些話 非常之弱智 事源就是建制派在立法會 討論 香港在明年會舉行童樂運動會 英文叫Gate Games 會在明年的11月 在香港舉辦 竟然何君堯說搞這件事 相當之反對 他就說 在大庭廣眾面前 搞事 失體面 賺了這10億都是髒錢 一個最髒 思想的人 就在立法會裏面說一些污衛的事情 到底怎麼反駁他 到底說些甚麼有多差 詳細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大家聽到的是升旗易得道 不要支持錯了 其他頻道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升旗易得道 以及星期二日報 繼續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就要開這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就是幫忙繼續點擊廣告 繼續欣賞廣告 打開這個節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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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話說香港原來在四年之前 已經成功獲得 2022年同樂運動會 應該是同樂運動會 就是Gay Games的主辦權 Gay Games就是給不同性取向 不同的身體情況 不同的性別 跟種族的人 都可以參加的一個運動會 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平權 的運動會 活動原定就會在明年的11月 舉辦 竟然引來建制派 兩大秩人 出來 瘋狂攻擊 第一個就是 以鄉黑勾結 建稱的何君堯 出來在立法會說 在大庭廣眾面前搞同志活動 有失體面 到底 在大庭廣眾面前搞一個 同樂運動會Gay Games 有失體面多一些 還是在大庭廣眾面前 勾結黑社會 在大庭廣眾面前 搞黑社會集會有失體面多一些 只要稍為有常識的人都知道 當然就是後者 惡劣很多 一個最沒有資格還 失體面的人就叫何君堯 全香港 最失體面的人就是你了 因為你是一個黑社會 你還要是黑社會之餘 搞黑社會活動 還要是黑社會的數字 你也不找清 你不單止有失體面 直接是侮辱了所有的人 所以有很多網民就說 你兩條謀理就有失體面了 放你們兩個在立法會 放你們兩個在鏡頭面前 麻煩你們兩個就收皮消失 這是第一點 何君堯又形容這個銅鑼運動會帶來的經濟收益 是髒錢 髒錢 也不及跟 向黑勾結 黑社會 非法所得 那些 真的是髒錢 所以為甚麼會叫做洗黑錢呢 就是因為 黑社會 犯罪活動得回來的得益 那些錢是髒的 所以就是黑色 黑錢 一個勾結黑社會 而且你也不像勾結黑社會 在7月21日 2019年 在元朗 發動這個恐怖襲擊 針對著普通的平民百姓 換句話說 其實你不只是勾結黑社會那麼簡單 你犯的是 反人類罪 違反所有的人權 違反所有的道德標準 一個 最沒有資格 說這句話的人竟然說 一個運動會 只不過是一個平權的人可以參加 任何不同性取向的人 可以參加的一個運動會竟然說那些是髒錢 你說這個世界還有沒有 比何君堯說你髒更加荒謬的事呢 這個 那麼久也是第二點 第三點 網民指出 網民也很聰明 大庭廣眾 搞同樂運動會 有甚麼東西是有失體面 你到底想到哪裏 你不是會以為 在運動會裏面 會有一些 不見得光的東西 在公眾面前他們會做 正如 佛計說的 你的腦裏面想甚麼東西 就會反映了你的言行 沒有人想到這些東西 人家搞運動會 你是想到一些污衛的東西 證明何君堯的腦裏面 充滿污衛的思想 所以充滿污衛的人 覺得 人家得回來的收益 經濟效益就是髒錢 因為何君堯 得回來的利益 金錢 全部都是來自一些污衝 不見得光的地方 這個就是何君堯 說話真的相當可怕 第二個人叫小黃昏 小黃昏敦促政府要撤回 對銅鑼運動會的 舉辦的支持 搞銅鑼運動會就會造成社會撕裂 一個主張 平權的運動會 給不同性別的人 給不同身體狀況 不同種族的人可以參與的一場運動會 竟然可以撕裂到社會 這真是 民所未民 一個追求平權的活動 竟然會撕裂社會 建制派說的 就是匪夷所思 當然啦 梁美芬說 梁美芬沒有 何君堯那麼污衛 又說得益就是髒錢 又說大庭廣眾面前 不知道做甚麼污衛的事 一個運動會有甚麼污衛呢 北京 接下來 2022年也搞冬季奧運會 你是不是更加污衛呢 跟共產黨勾結 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失體面的事 梁美芬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梁美芬比較差 一個平權的活動 竟然會撕裂社會 你的社會是甚麼做的 你的社會跟中共 跟港共一樣也是鬥褲做的 難得葉劉淑儀出來說正常的人話 也是那一句 一大堆建制派都是垃圾 但是葉劉淑儀 雖然也是 忠誠廢物的一份子 但是 就是無論如何比 水準高一點 葉劉淑儀在立法會上面提出諮詢 質詢 同樂運動會就可以吸引全球超過 1.2萬人參加 預計 香港帶來可以有10億的港元 經濟收益 也說香港很難得在四年之前拿到主辦權 政府應該提供協助 當然 從攬炒的角度 或是從國際認同的角度 當然 雖然四年之前沒有爆發這個反修例運動 和時代革命 但是 現在 走到這一步 如果會增加國際認受性的活動 應不應該在香港搞呢 如果我們支持一個 攬炒的概念的話 其實就是應該 最好不會在香港搞 但是沒有辦法 四年之前人家當然會預計不到 你在2019年會爆發一場那麼大型的革命 所以作為東道主 其實應該就是要支援 人家做一個平權的活動 尤其是看到建制垃圾 何君堯的垃圾 出來說人家骯髒 這個真的相當之難堪 毒販出來說人家做賊 梁美芬是低致的 一個平權的活動 竟然會撕裂社會 原因是 政府會不會用 相同的力度 去宣傳一個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呢 一個平權運動會 要你做相對的事情 去宣傳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制度 假如你覺得這個本來就是核心的價值 在你心目中 這件事何須 要做一個balance 天天在宣傳呢 我們平時看不到 正常的運動會 需要大力宣傳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婚姻制度 中國大陸也沒有做這些事情 為甚麼香港 要 故意花公帑支持一夫一妻制度呢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高官不是在做這些事情 中國大陸的高官就是 一夫多妻 有大量的二奶 又有小三 所以梁美芬說這件事 絕對並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 今天的國情 換句話說 梁美芬說的話 就是違反現在 國家的一中原則 簡直就是港獨份子 結果 整個立法會辯論就變了三件垃圾 加上周浩鼎就在駁斥 葉劉淑儀 只有葉太一個人 出來頂住這三件垃圾 到底我現在 到底現在我們這個 政局這個畫面發生了甚麼事呢 雖然 葉劉淑儀是建制派 但我們沒有想過葉劉淑儀在立法會裏面說人話 頂住這群建制終極垃圾 整件事就是再向 低處未算低 向著低處繼續進發 我也很不希望香港 搞到有一天 就是要 支持 自由民主的人需要支持 當然樂觀點看 也有可能就是葉劉淑儀 而忽然之間支持民主自由 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